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 今天为您带来精彩视频 八年了周深终于报仇雪恨 周深这部操作让纳英痛不欲生 当年有多高调 如今下场有多惨 提起纳英 想必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在音乐界有着举足轻重的 地位人气和地位都非常的高 他唱歌好听代表作也是不少 比如白天不等夜的黑 征服末放到现在来听 依然不过时 可以说纳英在华语乐坛 绝对是大姐大 出道多年 可是纳英的口碑 确实越来越不好了 他说话心直口快不经大脑 想到啥就说啥 因此给他引发了不少的争议 可以说他是成靠那张嘴 败也是那张嘴 纳英和田正的瓜哥 1998年 纳英凭借着歌曲 山勾勾正式走进听众的视野 在没有出名之前 纳英参加过很多比赛 因为纳英在众多的选手中 表现非常优异 古建峰看他唱歌非常有天赋 并收纳英做了徒弟 在古建峰的指导 再加上纳英自己也非常努力 后来又参加了比赛 唱了山勾勾 这才火了起来 这首歌曲的风格是西北风格 这种风格在当时是很少有人唱的 而纳英把这首歌唱得又非常好 所以一出道他就受到了大家的喜欢 后来纳英又出了多部个人专辑 并且收听率都还不错 为电视剧唱主题曲还登上了中央电视台联欢晚会 但凡能登上春晚就足以证明这个人的人气还是非常高 在多次春晚的亮相 纳英的知名度的提高很多 纳英这个名字便传到了大街小巷 还有他那大大咧咧的性格在娱乐圈算是少有的了 很多人都愿意和他交朋友 虽然那时候纳英很火但火的 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好多同行都很火 都是同行应该互相的欣赏交流 可是纳英把同行竞争分外眼红体现的淋漓尽致 他说话狂妄甚至还疯狂的怼同行 所谓名气越大争议也就越大 第一个和纳英有争议的是歌手田振 田振也有很多经典歌曲 比如《坑枪玫瑰》 这首歌现在的流传度也非常高 在当时也是非常火的 和纳英属于是不相上下 但就是这两个在华语乐坛都非常有名的人 彼此之间应该互相欣赏的尊重对方的 可是在一次颁奖典礼上直接让两个人结下来了梁子 2001年在一次中国流行歌曲榜的晚会上 那个时候的纳英和田振都非常的火 粉丝和名气不相上下 都是音乐节不可忽视的存在 比赛比赛就是比人气和粉丝投票 最终投票结果是田振领先 那这个内地最受欢迎女歌手就应该是颁发到田振的手上 可想不到的是在颁奖里的现场 这个奖竟然颁到了第二名的纳英手上 而主办方给出的理由是 由于田振没有准时到达现场 人不来 那这个奖就给别人 主办方的这套说辞实在是离谱 颁奖典礼那天 田振有一个演出表演完去 完全来得及 可是主办方就是不想给他 而是稳稳荡荡的颁给了纳英 主办方和纳英的这一行为让田振十分不爽 但是更过分的还在后面 纳英拿着原本不属于他的奖 站台上一本正经的发表着获奖感言 经过此事后两人算是结下了梁子 之后的某一天 有位记者采访杨坤 记者问到田振唱歌怎么样 杨坤说 我不认识他 要说杨坤也是音乐界的知名人物 怎么可能不认识 原来杨坤纳英二人是好朋友 这种同行之间的互相排挤 真是小心眼 纳英和刀狼之间的恩怨 纳英和田振之间的冲突 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大风浪 但是他跟刀狼之间的冲突 更是直接上了热搜 引来了一面谩骂 名声也大大的降低 那一年一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 让刀狼大火直接进入了音乐界 实力排行榜的前列 之后刀狼变火的一塌糊涂 发张专辑就是破百万 甚至大街小巷都放着刀狼的歌来吸引客人 而听这些歌的人并不是只有他的粉丝 还有很多阶层的人 刀狼的大火让很多人都非常的眼红 很快就成了同行排挤的对象 比如说纳英 有一次在颁奖迪礼上 很多人都非常的支持刀狼 希望他能够获奖 他的专辑卖的好歌曲也受到广大朋友的喜欢 人气也非常高 是完全有资格拿这个奖的 可纳英却说刀狼的歌不俱美 审美观点 但是在刀狼的销量面前 纳英又只能承认 更何况当时很多有名气的歌手都没有 你比过刀狼 可是纳英又说不能光看歌 曲的销量也不知道指的是什么 要是论当时的影响力 刀狼那个时候也绝不差事 纳英也比不过 于是就创造一个新词 没有审美特点 有了音乐界大姐大的一句话 他的同行朋友也乌泱泱的全部上了 杨坤说刀狼的歌太土根本不算音乐 或许在杨坤的眼里 音乐就得是高尚的精致的 最好是让人听不懂的 可刀狼的歌曲就是老少皆宜 歌词通俗易懂 大家也都能唱 甚至汪峰说刀狼之随能火 是因为大家听太久精致的歌曲 想换一下口味 说白了就是觉得刀狼的歌是粗犷的 上不了台面 在他们看来自己精心做出的歌曲 没有受到大家喜欢 反而刀狼这种风格却能够大火 心里失衡了 都是同行 看到别人大火 自己心里难免会有点不爽 那段时间 纳英对刀狼的批评直接上了热搜 面对纳英说的不具备审美观点 刀狼本人也是回应了真正的民歌 是能够被大家喜欢的 是可以站在大家身边的 是可以随处唱的 事实上能被大家所喜欢的歌曲 就是好歌曲 好作品 后来刀狼就很少出来了 很少演出 出的作品也没那么多了 现在提起每当纳英时 都会想起他跟刀狼之前的恩恩怨怨 这件事让很多人都觉得是纳英的错 是他有点太高傲了 多少有点瞧不起人的样子 此事发生后 纳英的口碑也下滑了不少 可是纳英不但批评同行 还有那些晚辈们 三 纳英在音乐界混迹多年 也出来很多的经典歌曲 随着资历的增长 慢慢的成了长辈 之后就做起了音乐导师 给新人点评 有名气的歌手在纳英面前都不在乎 同样在刚出道的新人面前 他更不会在乎 比赛后期 纳英需要给自己的学员姚贝娜 选择一首歌来应战 为了能够打败对手 选歌的时候会选一些有难度的 自己能够驾驭的 但是纳英给选的歌曲难度就不说了 根本就不是他擅长的 而姚贝娜也知道这首歌很有可能唱不好 希望能换一首 可纳英根本不听她的建议 又是让姚贝娜拿着这首不擅长的歌去比赛了 结果不出所料 虽然姚贝娜辛苦练了很久 但还是被淘汰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 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敬请关注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